字幕提供 7月13號中午11點 長江水溫網站數據顯示 長江武漢段漢口站水位到達28.77米 達歷史第四高 網友拍攝的視頻顯示 部分路段江水已高過城市乳干道 《長江日報》說 武漢城區平均海拔為24米 相當於江水在人們頭頂一層樓的高度奔騰 未來幾天 洪峰將抵達並通過武漢 中國水利網站12號預測 武漢段漢口站水位到7月14號 將會達到29米左右 達到歷史第三高位 武漢長江大橋中華路1號碼頭扎門已關閉 據工作人員稱 這還是98年以來的首次 不少市民在岩漿大道漢陽門看水 但江邊都已經被封起來 今天是2020年7月12號 好像是12號 現在武漢這邊長江江邊開始堆積抗洪的沙袋 已經堆了很高了 來 兄弟們 兄弟們 斷旦 武漢的江邊 這邊開始堆積抗洪的沙袋了 主要喜歡的一些大門 選手第一高用的沙袋 是意見的 在日本一陣子這裡 尖案都全部堆積抗洪的沙袋 看者將雖然特別堆積抗洪的沙袋 太陽所以會替上路 不親咬你 冷靜莊 現在人感覺快來 這手 Nev衡 是要來 不是有現在的掌貌 這是還有一個球 其實隨時也沒看到 這一陣子 入乘地的沙袋 在一陣子 只干到抢县地 看不到任何一个领导 等我们把县经抢过了 领导全部都出来了 等到记者来采访的时候 还是领导 到干活的时候 看不到一个领导 最危险的场子看不到一个领导 每家每家都在拆工票 由于连日的强降雨 加上三峡和洞庭湖的洪水下泻 铺央湖形成頂托道观 导致铺央湖水位持续抬升 突破历史高点 武汉的防汛形势严峻 部分路段 江水已经越过城市主干岛 长江成为悬江 《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 不受财团、政党影响、真实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两岸议题 或者想要欲角欲乐、丰富人声 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 定报转线 0800-566-688